本集的凡帝纲连线 会和你一起了解教会对婚姻的定义 还有中座中途之后 大学生命论理学系系主任 谭杰志神父的访问 欢迎收看炎鱼光电视 凡帝纲连线 我是梁乐宴Rodney 我是邓苏宏Yvonne Rodney 当今社会对婚姻的了解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会说一男与女才能实现婚姻 另一方面 有人也提出人也可以以同性结婚 这个世界正在尝试改变婚姻的真正定义 是的Yvonne 但是为基督徒 天主教会对婚姻的解释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演变 但是都是在一男一女的婚姻观之下发展 目的是让人更加了解 婚姻不单只是男女的结合 而是一件性事 那么Rodney 如果要了解教会对婚姻的定义 该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在凡意之前去认识婚姻的定义 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伦理神学教授吴志芬神父 他在天主教看物神师的第五期中指出凡意之前 天主教会对婚姻的解释往往包括以下两条 出自1917年的教会法典 在第1012条第一项 吴主基督把领洗教友间的婚姻契约 提升到圣事的专为 另外在第1013条第一项 婚姻的首要目的是生育子女和教育他们 次要目的是彼此互助和治疗情欲 这两条圣教法典将婚姻看成是一个契约 具有首要和次要的目的 但现代的伦理神学家不满意这一个定义 因为契约含有很重的法律味道 人们在交易的时候 为保障双方利益才会签契约 契约是由双方自由签订的 也能够因双方同意而解除 但基督徒的婚姻是一件性事 是一个奥迹 不能够视为交易 基督徒的婚姻有不能拆散的特质 契约不能够表达这个意义 反而暗示有解除的可能性 此外从1917年的教会法典中 我们也看到了爱的重要性并不明显 反而强调了婚姻的首要及次要的目的 因此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中 不少天主教论理神学家常识从别的角度讲解婚姻 例如 西图布朗、当思、甘普等 他们重视婚姻中爱的结合 不同意把生育看成是婚姻唯一的或首要的意义 婚姻应是为了建立爱的团体 这些思想到了犯额才得到肯定 最初在牧植宪章的草案里 人把婚姻称为神圣契约 经过已会神长的反对 最后采用一个基因圣经的名词 蒙约 蒙约初避免了契约所包含的消极意义外 还能指向圣经中选民的蒙约以基督的新约 婚姻正反映天主以显明及基督和教会不可分离的结合 夫妇在婚姻中彼此做自我奉献 而非交换特别的潜力和义务 爱的共荣成为婚姻中重要的因素 不再沦为婚姻次要的目的中的一部分 Ronia,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婚姻圣事的重要性呢? Yvonne,其实在初期教会 并没有明显将基督徒间的婚姻看作圣事 但那时的婚姻往往在家里面举行 有时候教会并没有直接参与 教会亦没有为婚姻而设立特别的礼仪 基督徒的婚姻被称为圣事 天主教会将基督徒的婚姻称为圣事 主要在于婚姻是天主盟约的记号 他与基督救赎的工程连在一起 在马尔谷福音里面 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有关梅室准许休妻的问题 耶稣说 这个是为了你们的心硬 祂才让你们写下这条法令 但是从创造之初 天主做了男女 为此孕要离开祂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依人成为一体 以至他们再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刹散 假如我们从耶稣整个宣讲的上文下 你去了解 会发觉祂超越了法律的层次 将问题提升到天主最初创造的秩序 耶稣了解到人的心硬 无法始终如一 忠贞不恶地去过恶人成为一体的婚姻生活 只有当天主赋予人恩宠 给他一颗新的心 他才有力量随着天主圣意去生活 这个以色列人对墨西亚的期待 在耶稣所先讲的末世性 在天国中实现了 吴智芬神父在文章中也都向我们指出 婚姻圣事是基督的标记 婚姻也是教会的标记 凡意教会宣章称教会是一件圣事 意思是指教会的临在 就是有基督在里面 基督徒的婚姻生活 就是教会的缩影 凡意称家庭犹如一个小教会 婚姻是教会的标记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出来 基督徒的婚姻是在教堂内 以隆重的方式举行 这个展现出 婚姻并非纯粹是两个人私下的事 而是公开的 教会的事 新婚夫妇要在基督徒团体面前 在礼仪中完成 虽然主礼神父并非分配圣事的私行人 基督徒新婚夫妇才是 但是他的临在 他代表教会的询问 为新人的祈祷与祝福 充分表现出婚姻圣事的教会角度 婚姻一方面是新人彼此之间爱的盟约 但是同时是一个信仰团体 对天主的盟约 婚姻圣事出现的时候 教会也都同时出现 我们了解清楚婚姻在教会的意义 身为基督徒 在不同的年代 也面对着社会风气 对婚姻价值的冲击 如离婚问题 同居生活的热潮 婚后避孕 直至现在的同性婚姻合法化 教会又应如何面对同性婚姻的问题呢 这跟生命论理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解更加多关于生命伦理学 我们请来中座中途之后大学 生命伦理学系 系主任谭杰之神父为我们作分享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谭杰之神父 Father Joseph来到本台接受访问 谭神父你好 谭神父 我知道你是一位医生 为何会由一位医生 一个大好的前途 又人工高 又前途好 之后有个召叫做神父 这个转化可否介绍一下 我家人是天主教徒 其实我那时候香港长大 发现到我们身边很多都不是教徒 天主教 即使我读戏 天主教 中学 小学 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不是天主教 我那时候经常都觉得 如果我是天主教 和这些身边的朋友有什么分别呢 我应该有什么得识呢 我经常都问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慢慢长大写了 是觉得我一定要比较明正 延上了天主教徒 就是要有这个天主教的教义 教理在我身边 身上会发出来的 就是要有服务精神 要为人着想 要有爱德 这些慢慢开始增加 后来到加拿大之后 读医可能是因为我 你就是中国人 因为你妈妈也是很想我读医 读完医之后我就发现 我怎样可以在医学里面 帮助到一些身边的人 我曾经去过非洲服务 做义工做了两次 之后我就发现到 其实可能天主叫我去 多些奉献我自己 天主给我这么多的才能 还有这么多礼物 我怎样可以去回报天主 那开始已经在想 怎样可以为天主为教会 更多的服务 在那里慢慢就 一开始打算去做传教工作 之后很奇妙 听到天主的声音 慢慢听到天主的声音 是他要我做神父的声音 可能有很多挣扎 因为一开始打算去做传教 都可以做医生或非洲服务 但是之后发现天主的计划 和我自己的计划是有不同的 天主叫我去做神父 那时候争扎了一轮之后 接受了天主的旨意 结果都是同样是医人 都是医人 在搞这个召叫的道路当中 很多人会选择 教区神父或修会神父 而你便选择了修会神父这一条路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修会 其实这个很难说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人们问的问题 我都解释了 和戀爱差不多 比如说 你世界上有很多女人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太太 但是很多时候你都说 不是故意去刷一张 很多时候都是机缘 可能讲缘分 你自己心目中有这样的理想 然后你找到不同的女人之后 在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 你觉得这个是最贴切的 你找到之后 你觉得是这个了 其实我认为圣诀也是这样的 如果天主是叫你的话 他在天主的教育里面 他当然是想着做这个神父 或者是这个修会 是你自己会发现 你在这个旅程之中 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修会 或者是教区 但是你找到这个修会 这个就是我理想 或者是我心目中里面 觉得是最贴切的 我当时入修会的时候 其实我都没有想到 我说入修会或者是入教会 或者是教区 而是当时找到这帮神父 我觉得这个和我的理想 是非常之吻合 我感觉这个是我的家 这个是我的新的住所 虽然是新父 我知道入江时不是容易的 有很多东西我自己要改变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天主 要叫我去新的家 在入修会的前和后 到了基督军修会 你的转化点在哪里 最重要是 我觉得我们入修会之后 最重要的是他很注重祈祷的生活 以及注重中途使命的生活 基督军是一个小军人的神恩 就是如何我们要在祈祷中 发现到天主的旨意 然后去为祂服务 就是用一个策略和一个比较 就是策略和策略 去为天主去为教会服务 这个可能是我的背景 可能有点和我很吻合 我的想法 开航时是很困难 因为你很多时候要改变自己 其实你会发现到自己 很多不足的地方 当你灵修到祈祷里面 可能很多时候要改变自己 你2004年进度 超过了十年时间 这十年里面 你发觉到做一个医生和一个神父 有什么共同之处 可能这些是天主教会很奇妙 我想现在我因为教的是生命伦理 之后我读了科 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医学背景 很多时候都要对一些问题 有更深的研究 因为我有一个医生背景 做比较容易一些 接着医学 接着加上神学哲学 做比较好的答案 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困难 之后有时跟医生 或者他们有医学背景的医护人士 都可以有些沟通 因为我可以明白到他们的运作 他们的心态 我有一个背景 可以跟他们沟通更多 刚才你提到生命伦理学 可否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就是关于两件事 一是人生 即人生里面可遇到不同的 尤其是早期生命 人生生生命和末期 医堂中间都有 尤其是医学里面所发现到的伦理问题 所以这是新的一个题目 大概三四十年的题目 你知道平时说的 例如堕胎 节育 安乐社 复职人 这些都是生命伦理里面的题目 其中一个大题目 最近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就是说到同性婚姻 2015年6月26日 美国通过了全国可以准许 同性婚姻合法化 在说同性婚姻之前 可否解释一下教会对自由的定义 教会对自由的定义 在这个通语 Veretata Splendor 他说自由和真理一定要有关系 你不是完全是自由 就是想你做什么 但你需要自由去做对的事 你没有自由去做错的事 所以对真理可以控制你的自由 当人提出争取同性婚姻的权益的时候 教会的立场是什么 教会是天主教教理 最重要的是同性戀的倾向和同性戀行为的分别 人有不同的倾向 你不能去歧视他因为他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教会教会说 同性戀行为是不合情理 不合定义的 不合定义的 就是不对的 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爱这些有同性戀的倾向的人 但是我们要否定他那些行为 英文说 Love the sinners and hate the sin 和这个教会 一般的人会看 教会会否反对平等的权利呢 因为这个权利就是 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倾向和行为 他们争取这个权利 即是在同性戀者可以结婚这个权利 要看回结婚即是婚姻里面 是否一个自我的选择呢 还是一个社会一个共同共识的定义呢 因为那个权利不是说 我想就可以结婚 即是我跟你结婚 或者是我跟你结婚 或者是我跟你妈妈结婚 即是我想而已 我妈妈也想 那我就结婚了 即是想就可以结婚 你不让我结婚 那我是否没有这个权利呢 即是这件事 就不是说所有权利 我想了一定是变成一个权利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同性戀婚姻的话题 就是说一样一样 谁决定这些真是人权之一 可能这样说 以天主教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非常注重 就是家庭婚姻的定义 除了在教理里面 就是一个自然的定义 在那里发现人与人之间结婚 应该是一男一女 如果不是的话 做很多事情都会有麻烦出现 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件事 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看到负面的部分 其实对教会除了负面的影响之外 还有没有正面的影响 你知道负面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教会和教徒 应该是反对和性戀婚姻 但是如果合法化之后 有些人可能会去教会找一些不同的服务 例如领养 如果天主教领养的服务 他们不可以说 如果你是同性戀者 我们不可能为你服务 现在有些国家 在天主教领养的服务 已经要删除了 因为他们不可以做这件事 就是这个例子 将来会不会有更多例子 这个还未知数 暂时可能有这样的保障 就是教会言论自由 或者宗教自由 可能是保障 但是将来 可不可能说 我们说 不准在教会 或者教会用的地方结婚 会否属于一种歧视 将来可能会有这些争论点 所以越来越 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那教会 大家都知道 是一男一类的婚姻观 反对教会的婚姻观的人士 会认为是收窄了爱的定义 即将作重点 放在生儿育女 反映下一代的身上 这些同性戀人士所看到的爱 和主耶稣看到的爱 分别在哪里呢 你其实说的很正确 因为最重要 我们天主教非常注重 尤其是由避孕的问题开始 即是那时候 六十年代 已经发生了避孕了 因为他发现到 在避孕里面 将爱和生育 这两个东西分开了 即是说 你是可以在婚姻里面 或者是在婚姻外面 做爱 但这个做爱 不需要有生育的能力 就是避孕的方法 分开了之后 这两个东西是越来越分开了 即现在 很多人在婚姻外 有性交 有时都会 如果有生育的东西 便会堕胎 平时便会避孕肚 或者避孕 这东西便分开了 已经分开了那么久 可能在这个分开了之后 社会对这种看法 便会觉得两个东西是分开了 所以他们可能会容易接受到 从性命分音这个想法 这个思维 但因为我们天主教 一直都是反对 这件事 即被引 因为他们看出了这一点 其实是不能分开的 性爱和生育 应该是合二为一 分开之后 便会改变了人性 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后果 这其中一个后果 就是人们不明白这一点 神父你刚才说过 教会去看同性戀人士分开 同性戀倾向和有同性戀行为 和有同性戀关系的人有什么分别 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不同的倾向 有些人可能喜欢犯罪或放火 有些人喜欢杀人 这些不同的倾向 我们可以说 你控制你的倾向 都是坏的倾向 或者犯罪倾向 人人都有 但是行为就是错 你以这样的倾向 但你应该可以去控制 是一个选择 所以你选择了一个错的行为 就是犯罪 所以我们可以说 同性戀行为是罪 我们要尽量去 克制这个倾向 所以我们教会说 我知道是有困难的 因为这些是性爱里面的倾向 力量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天主教一样好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修道人 即是神父和修女 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精手节的经验 所以帮助到这些 即使是平信徒 他们如果有这些倾向 都可以在天主教 在教会里面 看到其实是可以成功 那样 守智 守智 是可以的 可以一个新的 一个特别的贡献 我正正就是想问 究竟同性戀的天主教徒 是如何去对教会 活出基督的生活 除了守晋结之外 另外就是如何去回应天主的召叫 是的 我们知道天主给每一个人 是有不同的背景 他如何有同性戀吸引 这个倾向 很难说 可能是家庭的背景 或者是他长大 或者是教育 或者是制愈不同 每人都有不同的倾向 有些人喜欢犯不同的罪 但是每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 我们都要帮助他们 如何去负担这个十字架 在这个范围里面 守经守结是一个十字架 但是也是在十字架里面 可以找到起落 我们每个人 在不同的制愈里面 或者你知道 有些人有大病 有些人有不同的问题 可能是家人 都是要帮一个十字架 我们身为基督徒 不应该要去逃避这个十字架 所以在灵修里面 要帮助他们 明白他们的十字架是哪样 然后如何帮助他们 去负担这个十字架 我们当知道了这个方法之后 对于你有神父的牧民经验 甚至乎教友平信徒来说 应该是以一个什么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的教友 我们首先说 要爱负责 不是所有人都要爱负责 要爱负责 所以这个态度 就是要爱负责 不是所有人都要爱负责 不是所有人都要爱负责 要爱负责 有罪没有罪 都要爱负责 就是要在这里面 就要联敏他们 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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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他们的十字架 有这个 不要歧视的态度 然后就是爱德 就是耶稣基督教我们 爱人而己的爱德 然后希望 天主教里面 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团体 是帮助这些这样的人 譬如是欣赏和欣赏 和他们的家人 去承担这个十字架的重担 就是帮助他们 有什么方法 在他身边陪伴他 这是最重要的 愿我们都能够祈求天主圣神 祈愿我们有天主的眼光 去外身边的人 多谢神父 多谢神父 谢谢 谢谢谭神父 让我们一起为教会的 牧灵工作祈祷 祈求圣神引领教会牧者和信友们 以天主的角度来接纳和服务 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重温本集的内容 可以去到我们的网页 sortandlightstv.org 天主报有 多谢收看本台的节目 我们极需要你定期的捐款 来维持本台的营运及制作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恳请大家慷慨捐助 多多益善 少少无拘 捐款热线 1888 302 7181 或登上sortandlightstv.org slashchinese 万分感激